乒乓球中你不知道的一些小规则 走 去看看 大家知道这个球犯规在哪里吗 第一个 乒乓球的发球规则 我们在抛球前 持球的这只手掌我们必须要放平 将球放在掌心 但是我刚刚握球的时候呢 我的手掌是把球握住的 所以说这球犯规了 第二个犯规的地方 我在抛球的时候呢 没有高于16厘米 按照乒乓球的最新规则 咱们抛球高度 必须要达到16厘米 然后第三个犯规呢 我们抛球的一个倾斜度 它不能高于25度 但是我刚刚抛的太歪了 所以说这就是发球的一些规则 如果你在菜场上 遇到这样的对手 给你发这种球 你可以举手示意 对他说不 这会什么犯规 因为我们在击球过程中 我非直拍的这只手 触碰到了球台 所以说下次再跟别人比赛 别人如果是碰到球台了 直接算他10分 不好意思 在乒乓球比赛中 没有明文规定 不能比赛途中换手机球 所以这球有效得分 不好意思 在乒乓球的比赛规则中 我们机球不仅仅可以从网上 越过机球 也可以从网子的侧面绕过机球 所以说这球算是有效得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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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